欢迎回来 加勒比海岛国海地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发生了李氏7.2级大地震后 死亡人数攀升到了1300人 还有6000多人受伤 海地原本就因为疫情肆虐 政治局势动荡 加上热带风暴来袭 三重加工 已经是盲得焦头烂额 突如其来的地动山摇 更是让小国一夜之间 变成了人间炼狱 当地医疗体系不胜负荷 不少伤者在医院外施救致死 救援人员不放弃 徒手挖掘 继续在瓦礼堆中 寻找生还者 星期六突如其来的七级强阵 袭击海地南部城市来凯 让原本就满目疮痍的小国 雪上加霜 新上任的总理亨利 星期天抵达灾区 表示会尽最大努力 拯救生还者 画虽如此 莱凯医院在地震发生前 就因为冠病病例增加 医疗体系不胜负荷 如今医院根本没有足够床位 收治地震伤者 医护人员只能在医院外的树下 搭起解漏帐篷 为伤者提供最基本的治疗 当地超过三万栋房屋被震毁 大批灾民流离失所 只能彻夜露宿家门口 还要提防余震来袭 搜救行动举步艰难 不巧遇上热带风暴格雷斯来势汹汹 让原本就不容易的灾难应对工作 难上加难 国际组织增派人员协助震灾 可惜原水难救进火 海地是中美洲最贫穷国家 11年前首都太子港 也曾遭遇史无前例的强症 超过30万人遇难 经济损失惨重 至今都还没恢复元气 上个月又发生总统遭暗杀的政局动荡 百姓未来的日子是步履为奸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